大家好 我是花坦SM有直技车 我叫张信仁 大家都叫我张副电达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一台是2012年的RX450H 油电车 它是顶级版的 通过我们ES认证全车原版件 它是我一位旧客户卖给我的 他们家都是买进口车 那使用到一个年线以后 就是都由我去收购 因为长期一个配合的信任 所以我都是到他家去收购他们家的进口车 那包括我身后这一台IS 也是他卖给我的 就这三个月内 他就卖了两台进口车给我 都是一丑车 都有车库 都顾得非常的漂亮 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一台RX450H的外观 车库车非常漂亮 但是使用了11年 多少会有点小擦伤 那我们就保持原汁原味 第一个油电车它一定是蓝色的Mark 头灯非常的明亮 照一下漆面非常的漂亮 它轮胎也都有定时在换都还不错 轮框四个也都保持得还不错 没什么刮伤 再照一下 我跟大家介绍这台一手车的内装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整理 它就是有使用的痕迹而已 照一下 这个皮椅当然久了一定会有使用痕迹 可是其实保持的还是蛮多 对整个中控牌 皮椅还有方向盘 内饰都保持得很好 包括驾驶座内饰保持得非常漂亮 再来后座 后座就更漂亮了 因为通常都是他们两夫妻出门在开的 几乎后面都没在到什么人 也非常漂亮 那后车箱就根本不用讲了 它有电动尾门 暗电在这里照一下 这后面还有一颗重低音的音响 原来是420H顶级版 那时候新车300多万 它配的音响就是Mark Livingston 来跟大家介绍这台RX450H的内装跟配备 第一个底层数 168,629公里 底层保证 方向排的快空间 还有定速 然后它驾驶座 还有电动机座 原厂的卫星导航 还有一些蓝牙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它的双驱恒纹空调 配的是刚才有讲的Mark Livingston 马克音响听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在手自排变速箱 这中控台也是非常的漂亮 再来它就是原厂保养 它都在原厂保养 刚才有跟大家说过了 它的大电池有在原厂换过了 那这是它换的工单 当然有个字法部分我们就是没有显示 那它就是在110年1月份换的 它都是回LATES 工资要7000块 零件要9万9000元 实际起来就是10万0.6000块 它就为原厂的换电池的工单 所以如果客人有来看这台车的话 我们一并也都是会给客人 它就是两年前它有换过电池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LATES的电池也非常的耐用 因为合态体系的油电车 在路上已经越越多普及化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它电池的 再来就是倒车影像 也非常的清楚 因为原厂的镜头 它都是配玻璃镜头 所以比较清楚 再来全景天窗 非常大片 有没有很大 非常的大片 很大吼 没错 真的很有质感 收起来给大家看 买车故车来永存 就大概一万永存 如果今天各位朋友 有喜欢我推荐的这一台 一手车的RX450H 请帮我们多按赞多分享 如果你还有想要 其他LATES的车型的话 欢迎来电厂车 指名找张副电厂 厂内还有不一样的LATES车款 谢谢大家 实在就是SUM